阿菲德莫王 菲德早餐 我是南佳龍 民國 哇 今天好日子 超級好日子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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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1月11號 夠不夠好 全部都是棍子 全部都是一 而在這麼好的日子裡面呢 我特別挑選了來賓 我精挑細選的 如果不是這麼好的日子 我不會邀他 這個人叫潘懷中 來在我們線上的 陽明大學神經要理所的教授 台北市議員 老朋友 潘懷中 懷中在線上 我不曉得今天日子這麼好 對啊 太棒了 真是余有榮焉 能夠跟香榮 這輩子能夠你認識 是我的榮幸 而且我跟菲鐵早餐的聽眾朋友能夠認識 也是我的最大榮幸 你這樣講多讓我覺得很敷衍 真的是 你跟每個大概都這樣說 好啦 我第一次講 你在哪一個地方聽我這樣講過 真的 因為你講的太越自然了 所以我就不相信你 好 那七點鐘的時段照樣 照表超個 每個月七點鐘的星期二七點鐘的時段 我們把跟大家健康有關的資訊都擺在這裡 有一個固定單元叫醫學新知 長時間的為大家提供醫學新知的就是在我們線上的潘懷中 來 今天潘懷中要提供的醫學新知 這很重要了 這個 在最近這兩年的時間 你大概常常聽到這個英文說寫叫做mRNA mRNA的m是用小血 RNA 大家知道了 就DNA RNA 大家知道 那前面這個m 是messager 好 那這個mRNA的平常我們現在看到的 比如說你打的疫苗裡面 莫德納 或者是BNT 這種的都被mRNA的技術所發展出來的 但是mRNA這種的技術 用來治療癌症 或當作疫苗的關鍵步驟 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個我就不懂了 沒關係 今天我們把mRNA 講的更讓你容易懂一點 來 在我們線上的潘懷中 這是什麼 對 它是這樣子 就是說 就是如同香榮所說這兩年來 我們全國的百姓 就是全國的民眾 都對於這個messenger RNA開始都是 可以說是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因為跟疫苗有關係嘛 輝瑞的BNT 莫德納 都是messenger RNA的疫苗 那顯然現在這個疫苗用messenger RNA 看起來是全世界第一次 那由這個歐美各國 包括德國跟美國 這種強國 發展出來 全世界第一次的這種新型的疫苗 那但是我今天要講的是呢 這個世界的媒體報導 就是說它不僅僅是拿來作為 這個所謂的這個對抗病毒的一個有利工具 它同時是對抗癌症的有利工具 也就是說以後呢 它將會是抗癌的明星 那當然就說這個messenger RNA也不是突然間跑出來的 其實科學界早在20多年來就一直開始研發這個技術 那麼舉個例子來講像BNT就是輝瑞的這個這個疫苗BNT呢 它的公司是成立在2008年 你想想看你現在是2021年對不對 你等於是12、3年前它就成立了 沒人知道啊 它也是就是養在深山人為之啊 然後沒出名錢你也不知道他是誰啊 那莫德納呢晚一點2010年成立的 距今也11年了 少這個BNT一兩年 但是顯然成立公司之前就已經研究很久了 因為你成立公司一定要有點眉目嘛 你沒有眉目你成立什麼公司呢 所以顯然這Messenger RNA研究很久了啊 所以這個第一個跟大家報告就是說呢 這項技術不是突然來的 其實做了很久了 嗯 好了那現在來了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不論是要拿來當作疫苗啊 預防這個新冠病毒的感染 或者要來打擊癌症啊 或者治療癌症啊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我們的免疫大軍認識他 也就是說你的白血球必須認識這個敵人啊 你不論是要認識病毒或是認識癌細胞 你要認識他啊 所以因此呢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呢 把這個敵人拿去給我們的免疫系統看 拿給白血球看 嗯 拿給他看啊 那接下來就是說你要把這個敵人拿給他看呢 整支拿給他 比如說我隨便舉例的啊 唐笑容是壞人但是你是大好人啊 假設唐笑容是壞人 那你要把唐笑容整個人抱去給他看是很麻煩的 嗯 所以現在你看在抓那個小偷或者抓強盗 這是畫個臉就好了嘛 沒有人把這個強盗整個 你畫沒有是整個人畫出來給他看 畫個臉就好了嘛 嗯 所以因此呢我如果要把這個病毒 或者是癌細胞拿給免疫系統看 我把整個病毒拿給他看 或者我把整個癌細胞拿給他看 太麻煩了 嗯 太大隻又太麻煩 耗時耗力 所以因此呢我們就拿個特徵的東西給他看就好 你只要看到這個 你就殺他 嗯 好那現在來了就是 新冠病毒大家都已經耳熟能詳 就是喜歡看什麼 看他那一個武器叫刺塗蛋白 Spike Protein 是的 嗯 好或者叫塗刺蛋白 不曉得這個反正歡迎就是那樣的 就是 就是尖尖的一支 一支武器 是 我都把它講成是病毒的一支劍 他這支劍很厲害呢 他可以呢切開 肺臟細胞 然後就躲進肺臟細胞裡面去 所以他 沒那把劍他還切不開肺臟細胞 所以等於就說他很厲害嘛 所以因此我們當時在 這個BNT或者莫德納治療 做這個新冠疫苗的時候 他就是 設計這一把武器 就這個刺塗蛋白武器 設計出來給免疫系統看 你只要看到有人拿這一把武器 你就幫我格殺勿論 嗯 好當時是這樣設計 那所以因此呢 不看整整支病毒的沒有問題 好那現在我要講治療癌細胞 所以顯然我這個新冠肺炎疫苗 病毒這個我不想講太多 但是簡單告訴你一下 那現在如果癌細胞來了話呢 那每個人的癌細胞都不一樣 嗯 你想想看 胰臟癌 跟比如說肝癌 就長得就不一樣 是 那 甚至喔 甚至喔 一位病人的胰臟癌 跟另外一位病人的胰臟癌 也不一樣 這樣子嗎 對 他的那個 因為他那個突變喔 那個癌細胞 是從正常細胞 突變成癌細胞嘛 那他突變的時候呢 是亂數突變 就好像你在 你在那個那個那個 基因亂數突變 他不會完全一樣 嗯 但是有些部分會一樣 那所以所以癌 如果你講胰臟癌 那就是 癌細胞在胰臟裡面出來的 就原來是正常 胰臟細胞 變成癌細胞 這種叫胰臟癌 並不表示說他長的一樣的 都叫胰臟癌 不是這個意思 嗯 他是看他的Origin 就是他的 原來是從哪裡來的 他如果是胰臟細胞 突變出來的 癌細胞 就叫胰臟癌 嗯 但是他可以突變出來的 形式很多 形式很多 所以因此呢 你在對抗新冠病毒的時候呢 你可以專門設計對抗那個 武器就是刺突蛋白 嗯 不過但他如果變的話也很麻煩 你比如說原來是叫做 原始新冠病毒那支武器 跟Delta病毒的那支武器 跟Omicron的那支武器 欸不一樣欸 長得有點不一樣 雖然他還是彎彎彎彎的 但是有點不太一樣 嗯 所以如果不太一樣的時候呢 他的那個保護力就會有點弱 這樣你懂吧 這就是我們最近遇到的問題 而且昨天還新發現的 有一支新的病毒呢 是結合了Delta跟Omicron 嗯 所以現在最新的病毒叫做Delta Chrome 對Delta Chrome Delta Chrome 好所以那不管啊 這個是有關 刺突蛋白 它基本上還是有一個固定的一個 一個東西可以追嘛 那但是癌細胞 因為每個人不一樣說沒有辦法追 所以我們現在怎麼做呢 很簡單 就是呢假設呢 某一個人得了癌症 那我們就是先把他那個癌細胞 先拿出來一點 嗯 做什麼 基因定序 把這個癌細胞的DNA 定出來 定出來以後呢 然後用電腦去比較 你原來正常細胞跟癌細胞 差別在哪裡 然後找到一個最特別的 比如說 假設我舉例子來啊 原來正常細胞是 黃臉 就是我們正常的這種白臉黃臉 啊 那癌細胞是紅臉 紅色的臉 好啦 那如果我發現這個很特別 在你這個人的癌細胞裡面 嗯 那我就做一個什麼 我就做一個所謂的一個 Messenger RNA是專門 就是讓棉細胞去認 這紅臉你就打 你看到紅臉你就幫我打 你不要跟我客氣 啊 甚至我如果再講細點 因為講說紅臉很多 其實不會來正常細胞 可能都白臉啊 沒有紅臉的 紅臉已經很特別了 啊或者你要再特別一點好 比如說上眉毛是偏左 或下眉毛偏右 都沒關係 反正用電腦找出來 你就可以設計出來一個 Messenger RNA呢 嗯 專門是針對這支癌細胞的特徵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樣的做法 這樣利用Messenger RNA來講 就是變成叫什麼 精準化的個人治療 嗯 專門針對你的癌細胞 那當然你 你會問我說 那這個人都已經得癌症了 你說沒有得得新冠肺炎 你你你研發那個那個那個 疫苗研發個一年兩年 你你你還可以等 癌症病啊 等一年兩年有可能嗎 不用現在技術很成熟 你你成熟到什麼地步呢 你現在這個病人喔 他的癌症的細胞拿出來以後 你知道他多久可以設計出這個Messenger RNA 嗯 4到8週 嗯 4到8週 OK 4到8週設計好之後呢 只要打進去就如同現在疫苗一樣 就垂直用針 垂直因為我上次在你的節目裡面講過 垂直打是打肌肉 對不對 如果有助於聽我們的醫學心智的話 因為大家這個技術 這個醫學知識都很高升了 嗯 你垂直踏進去的時候呢 打到肌肉層的時候呢 你就把這個癌細胞特徵的Messenger RNA 沒打進去 打進去之後呢 免疫系統以後就會認識這個癌細胞 他就對他們 就是產生這種所謂的 全世界追殺的動作 把他殺到光為止 所以你說像這樣的一個技術 是不是將來是對抗癌症的一個明日之星 嗯 我這樣解釋是不是初期我們 這個簡單的第一段的8分鐘 我先簡單講一下 待會我們再細講 但是這樣子我不曉得你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說他拿來對抗癌症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好 我以我自己非常粗淺的在處理新聞的時候的了解 就是說MRNA它是一種一種新的 新的基因工程的技術 那只是他當初研發並不是為了COVID-19 他當初甚至於呢最早的時候是準備呢 用來用來在包括像是流感方面來講去發展疫苗 不過因為呢COVID-19出現了 所以就呢先呢先拿來呢用在COVID-19上面 到現在為止效果好不好 在幾種的疫苗裡面來講呢 就是說MRNA的疫苗看起來 呃評價還是比較高的這個技術呢 還是還是比較被認可的 不過大家不要忘了這個技術本身呢 在其他未來的就是說嗯 身體的這些呢這些病狀呢 呃一些疾病的治療上面來講 因為它是基因技術所以它有普遍性 好因此呢未來其實MRNA更大的運用呢 可能不只在疫苗 而是在包括像是呢癌症治療啊等等 這種非常需要客製化個體化的治療上面 也許MRNA所能夠發揮的功能呢會更大 你講的真好你怎麼講的比我還好啊 我就跟你講我天生就吃這行飯的嘛 還一開始還跟我講說粗淺的認識 害我都覺得不好意思 我真的是我純粹就是看一看新聞而已啊 好吧沒關係但沒關係專專業的在我們線上 來我進到廣告廣告回頭之後 繼續呢透過電話裡連線那訪問呢 在我們線上的陽明大學神經藥理所的教授 也代表市議員的潘懷中 請懷中為大家提供醫學心智請稍等 非得連播放非得早餐 我是楊龍 來星期二的時間那醫學心智的單元 來剛懷中呢剛提到的就是說 這今天呢我們所談的醫學心智呢 談mRNA技術 那它是一種的技術 這種的技術呢 是不是已經到了成熟期呢 我覺得這次的COVID-19呢 反而讓mRNA技術呢 有了一個接受就是說 國際檢驗它成熟度的機會 好那我再請教懷中 就mRNA的技術 現在已經是一個成熟的技術嗎 它的它已經可以普遍適用在許多的這些疾病的治療上面了嗎 即將即將 所以才叫醫學心智嘛 如果說已經用了 而且這個用了很久的話 那就是叫做知識介紹 那所以它現在是這樣 就是說是呢 你現在把這個 我剛也講過就是你要針對敵人的特點 做出一些東西來讓這個免疫細胞來認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們直接在外頭做好 打進去讓它認 這個就不是mRNA了 mRNA是怎麼樣呢 它只是一個設計的藍圖 這個藍圖打進去之後呢 這個藍圖會跑到我們自己的細胞裡面去 就是個字體的細胞裡面去 然後由字體的細胞 造出那個病人的特徵來 所以簡單講 新冠病毒我們是要讓免疫細胞認識那一隻劍 那把武器那個刺塗蛋白 但我們其實不是把刺塗蛋白打進去對不對 我們只是把刺塗蛋白製造的藍圖 打進去 打進去之後呢 等到我們的細胞拿到這個藍圖以後呢 很有趣 是我們的細胞自己造這個武器給我們免疫系統看 所以簡單講 你mRNA又節省了一個動作就是說呢 你雖然選擇了這個特特殊性的東西要給免疫細胞看 但是這個東西你不用做 你是把藍圖送進去讓他們自己做出來看 這樣厲害吧 也就是說我知道敵人拿機關槍 然後呢我知道說呢這個機關槍很厲害 我要破解這個機關槍 但是我不是到敵營裡面去搶一隻機關槍來 我是把敵營的機關槍的藍圖拿過來 我都可以做出機關槍了 所以這個差距就在於就是說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那麼我們在外頭生產的速度又會快很多 那好了 那但是mRNA你找到特殊 不論你是新冠病毒的那個刺激蛋白的藍圖製造 或者是針對你個人癌細胞特徵的製造 比如說那個紅臉癌細胞 紅色臉癌細胞的特徵製造 那這個藍圖呢很脆弱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在整個我們人裡面本來就有一個規定 就是說呢 除非我叫你造 否則你不能造 比如說一個細胞 我們一個細胞不是有細胞膜 裡面有細胞核對不對 細胞核裡面有DNA 這就是你所知道的 叫做我們人體所有的製造藍圖都在裡面 那因為這個東西很寶貴 所以DNA從來不會跑到細胞核外面 它永遠被保護在細胞核裡面 也就是說在參謀本部是不拿出來的 但是當它要製造東西的時候呢 它就會拿一張藍圖給你 所以DNA會變成RNA RNA就會變成messenger RNA 那這張藍圖呢 就會從細胞核跑到細胞質來 那細胞質有非常多的工廠 所以因此當兵工廠拿到messenger RNA 這張藍圖的時候呢 它就會造什麼 就會造次毒蛋白的武器出來了 那因為我們要求就是說呢 我讓你造你才能造 我不讓你造你不能造 所以因此呢 它拿出來的這張藍圖呢 壽命不會太長 而且很快會自我焚毀 所以因此你拿到我的命令 我叫你造多少 你造完那張圖形就不見了 厲害吧 所以我們控制它製造的速度跟數量 就完全就是messenger RNA它不會存留太久 所以你下次要的時候 你還得跟誰要 你還得跟參謀本部要 你還得到細胞核去跟DNA要 所以因此這樣就控制我們所有製造的速度 數量什麼等等的 所以因此messenger RNA的特性就是它非常的不穩定 那因此呢我們在外頭做出了刺塗蛋白的製造藍圖 或者是矮細胞的紅臉的製造藍圖之後呢 我們要有一個東西把它保護起來 用什麼保護呢 用一個非常小的一個紫質狀的奈米微粒把它封住 所以因此我們做出來的messenger RNA是用一個紫質奈米微粒把它封住以後呢 保護在這個紫質奈米微粒 所以每一次那個那個新冠疫苗 從那個針頭打進你肌肉的時候 它就打進什麼你知道嗎 打進這個紫質奈米顆粒 那這個紫質奈米顆粒中間含有什麼 含有這個messenger RNA 就含有這個刺塗蛋白製造的藍圖 或者癌細胞的藍圖 然後呢進去之後呢 那我現在要跟蕭文講 就even他用一個紫質奈米顆粒把它包住 他這個是不是保護住了對不對 他都不是很穩定 所以因此你有沒有記得像輝瑞要在-80度C 對 莫德納要在-20度C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你現在懂了嗎 就是要要避免他 他質變 哎你講得太好我太喜歡了 但是我們現在保護他質變 其實已經用一個奈米顆粒護住了 我們一般的疫苗你比如AZ的疫苗 AZ的疫苗根本就不用護住 直接做出來直接就可以打 他不用東西護住他 但是你messenger RNA你必須護住他 那你是用一個奈米顆粒護住他 那護住他以後呢你還要在冷凍下 你像AZ只要一般的溫度-4度C就夠了 可是你莫德納跟輝瑞卻要到一個-80度一個-20度 為什麼就是他不穩定 所以因此Messenger RNA第一個問題是他非常不穩定 你必須去設計一個奈米的一個 子質顆粒保護住 然後還要再冰到很冷的地方去 所以你當時大家就談說你要到非洲去的時候你就有問題啊 因為他冷鏈他冷鏈運輸沒辦法 像台灣當時為了要接這個莫德納或輝瑞 我們衛福部也為了冷鏈的事情也做了一些準備啊 對不對 所以因此呢這個就是說呢我們設計一個奈米顆粒把它保護住 好了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相弄 我剛剛是不是講說這個東西這個製造人是不是要到我們的細胞的工廠裡面去製造對不對 是 好啦那現在打進去是奈米顆粒包著那個所謂的這個製造藍圖 Messenger RNA 那誰會來吞他呢 因為我們免疫細胞裡面你是不是每次都叫白雪球對不對 白雪球其實有好多個冰種 其中有個冰種裡面有聽過的叫素塗細胞 德國諾貝爾獎 這個素塗細胞是專門幹嘛你知道嗎 嗯 它叫抗原沉地細胞 就是說呢它吃下它以後呢 它會往哪裡跑你知道嗎 它往那個叫做六軍團本部 七軍團八軍團本部跑 要去給軍長看 要去給參謀本部看 所以它吞下去之後呢 它會往我們的參謀本部跑 那我們的參謀本部在身裡面就是零八截 我們的零八截裡面住的非常多的將軍 T細胞 B細胞都在裡面 所以它就這個素塗細胞吞了這個 紫質奈米顆粒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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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圖 以後呢它就往哪裡跑 要往那個所謂的參謀本部 往軍團本部跑 嗯 往零八截跑 跑去給給誰看 給軍長看 給參謀長看 嗯 讓他們看誰 敵人長什麼樣子 那所以因此呢 這個這個東西要跑過去 可是他在跑過去給他看的時候呢 這個素塗細胞吞下去之後呢 它很有趣喔 它怎麼吞法呢 它是直接把它包進來 你記不記得一個太空船 你如果看那個太空電影 嗯 如果相容駕駛一個 那個一個飛機 想要進這個太空船 你是不是要先進隔離艙 嗯 為什麼要進隔離艙 當然你是認為是壓力的問題 但其實還有一個安全性的問題是 你你如果在裡面給我放危險物品 進來把我裡面的太空船炸掉怎麼行 嗯 所以我在隔離艙裡面還要檢查你 嗯 有沒有帶病毒 有沒有帶細菌 有沒有壞人 有沒有什麼對不對 嗯 所以隔離艙 所以因此呢 我這個剛剛講的那個紫質奈米顆粒裡面 不是包著那個製造藍圖嗎 那被素塗細胞吞進來以後呢 它不會馬上讓你進入它的細胞值 嗯 它反而會包一個東西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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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內體 就是它會把你吞進來 包在一個隔離艙裡面 所以現在這個藍圖很麻煩 這個藍圖 這個Messenger 它 進了你的細胞以後呢 它有兩層膜包著 第一層膜是什麼膜 就原來的那個紫質奈米膜對不對 第二層是誰包著 隔離艙包著 隔離艙包著 也就是說什麼叫 就是那個 我為了怕你帶壞東西進來 所以隔離艙也包著你 所以問題是 我這一個製造藍圖 要想要送到工廠去製造 赤塗蛋白的保健 或者是癌細胞的紅臉 我這一個藍圖要突破兩層膜 第一層膜是原來我包的紫質奈米膜 第二層膜是什麼 隔離艙 我要從隔離艙脫逃出來 所以變成這個Messenger要脫逃兩層膜 兄弟 非常困難 那根據目前來講呢 我們現在目前呢 以莫德納打進去 他知道這個Messenger要脫逃的機率很低 但他要成功啊 所以他用什麼高伎量 什麼叫高伎量 我打一堆進去 我打幾百萬幾千萬進去 我只要一個成功就好 兩個成功就好 你懂嗎 叫人海戰術 所以他用高伎量 打那個奈米顆粒進去 他只要一個成功就好 對不對 可是輝瑞呢 當時在設計的時候 就怕這個事 他說呢 你搞那麼多人海戰術進去 如果 如果沒事也就算了 如果有副作用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當時輝瑞設計的時候 他就不敢用高伎量 他當時用多少你知道 三十維克 他用三十維克打進去 他認為能成功就好 當然後來輝瑞成功了 他認為他的設計是最低積量 不讓這個身體會產生負重 但是莫德納不是 莫德納當時一開始就認為我非成功不可 他用一百維克 是輝瑞的三倍以上的積量 所以因此現在的科學家就認為說 你的積量越高 你這個人海戰術當然你成功了我們知道 可是問題是這個人海戰術之下 如果副作用增大怎麼辦 比如說 莫德納目前發現 有些人當然不是很多 有些人有心肌炎 心包膜炎 那這些副作用會不會因為你劑量降低就會不見 有可能喔 有可能喔 所以因此科學家在想說 如果你都只是用這種人海戰術 哎呀太醋了嘛 對不對 是不是太醋了 用人海戰術太醋了嗎 你總得了解說 他到底進去之後 什麼方式可以脫逃第一層膜 什麼時候可以脫逃第二層膜 什麼能不能讓剛剛我講的這個素塗細胞 能不能很有效率的 你現在用一千萬兩千萬進去 你才成功一個 那以後可不可以一百個進去 就成功一個兩個呢 兄弟這個合不合理很合理嘛 那問題是科學家在想說 那你怎麼知道他是怎麼脫逃的 這好像武俠劇一樣 你換一個那個那個什麼 錄影機那邊錄他脫逃嗎 兄弟真的做到了耶 真的做到了耶 你知道是誰嗎 誰 德國人 2021年12月9號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 這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在全世界有八十幾個 各種研究所都有好厲害 醫學研究所化學研究所 生物研究所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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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研究 什麼都有八十幾個 其中有一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叫 分子細胞生物學和遺傳研究所 他的主任叫澤瑞爾 你知道他們怎麼弄的 他們用所謂高分辨率的顯微鏡 他用顯微鏡喔 他可以看到那個奈米顆粒 你不是有個奈米顆粒包著藍圖打到肌肉裡面去嗎 他看到那個奈米顆粒被包著 然後在身體裡面跑 然後被那個素塗細胞吃掉 吃掉以後他又怎麼跑出來 他全部看到 厲害吧 超厲害吧 他全部看到之後他發表到國際期刊 叫細胞生物學雜誌這個細幹 我今天就是要講這個 他從頭看到尾 知道他怎麼跑出來 以後我們設計的時候 要怎麼跑才有效率 待會告訴我們 好當然這個會讓我們對於就是癌症的治療 因為癌症的治療 雖然現在已經沒有到這種痰癌色變 覺得癌症是絕症的地步 不過還是有一些的癌症會被認為 就是說呢特別的害怕的 特別惡性的 比如說您剛剛提到的像是胰臟癌 或者女性的卵巢癌 這幾乎都是跟內分泌腺體有關的癌症 厲害啊 一講這兩個都是非常高致命率的 對那他的 因為他的他的腺體的特性 使得他的轉移 跟他的惡性的發展的情況 跟其他的器官的癌症就不太一樣 好因此如果說mRNA的技術 趨於成熟了之後呢 未來有關於癌症的治療 他等於到了一個客製化的階段 對 就不是一個統一的藥物啦 什麼現在我們所看到標靶藥物 那個標靶 每個人打進身體的標靶藥物都一樣 嗯 但是mRNA的技術就是告訴你 我打進去的東西不一樣 因為這個東西是從你體內出來的東西培養的 對 好那他當然呢可能精準度呢就更高很多 沒錯 好我進廣告回頭之後我要問懷中就是說 這個技術什麼時候可以商業運用 就是我想許多人聽到 聽到醫學新知就是說啊 那還很新我我能用得到嗎 我想大部分的人如果有迫切感都會說 他什麼時候可以用得到來進廣告 回頭之後繼續訪問懷中 然後廢點網廢點早餐 我是男嘉樂 好今天聽到懷中講了講了之後 當然大家也也知道懷中的前一陣呢 身體身體檢查之後呢 也出現了一些呢一些呢 癌細胞的反應 我相信懷中也高度關注這樣的一個技術 什麼時候可以成熟到可以在臨床上面呢 我們都能夠用得到 這個大家都會問的問題 mRNA既然已經都可以用在疫苗上面了 那對癌症的治療什麼時候可以應用 其實事實上你若到美國去 現在就能用 嗯 那只不過說是呢 因為他這個技術呢 還是直接掌握在幾個比較先進的研究所上面 所以因此呢 你就必須到那幾個比較先進的研究所去 那但是後續呢 他他可能會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大規模的一個臨床試驗 嗯 也就是說呢 在幾個重點的研究室裡面呢 然後對於各種不同的病人 因為我們已經不講不同的癌症 講不同的病人 啊 那麼來做 然後看看他的心得跟他的經驗 然後做一些修飾 然後完了之後呢 要把它做成叫做系統化 所以系統化的意思就是說呢 任何人只要有這種醫學常識的 那個醫學技術呢 教你操作 你就能夠操作 或甚至他們會設計出來一些 啊 相配套的機器 啊 讓你能夠就是比較外行的人 也能夠很快的上手 嗯 他們現在這些也高階研究是都沒問題了 那這些技術人也沒問題 可是問題是你要教會所有人 這個是需要時間的 嗯 然後另外呢 教會所有人之後呢 他還要開始累積那個經驗 這就叫臨床試驗了 你教會所有人以後 所有人都可以用 那但是大家就開始累積那個 臨床個案數 那累積到一個程度 那個衛生單位才會批准 所以他還要一點時間 但不是表示技術不承受 技術已經到那個地方了 嗯 那只是 只是只是 但是就是掌握在幾個關鍵實驗室 你像比如說舉例子嘛 你這沒什麼RNA疫苗 你現在就只有德國的BNT 跟美國的莫德納 對 那我現在請問你 那你如果是看新冠疫苗的話 那它全世界發展 成千上百啊 對啊 成功的沒幾個啦 嗯 那問題是說 那為什麼其他國家不做 Message RNA呢 那就技術不純熟嘛 嗯 你你懂意思嗎 大陸大陸現在也在也在也在做 他也在發展嘛 但是他 你你當然 目前以歐美技術當然還是還是領先那個大陸 大陸還是當然還是要追 我知道他進步很快 嗯 但是呢他還是得追嘛 嗯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所以我認為呢 呃 如果對於針別 針對個人 或者是某些特定的人 嗯 我想都可以用了 所以 但是一般人要用 嗯 可能要一陣子 還要一陣子 那而且他可能還會 跟這個國家有關係 你比如說 可能美國比較早開始用 歐洲再來 然後再來日本 可能再來台灣 反正就是我們還是要 還是要在不同的這個這個順序下面 來來那個 但是我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一次這個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 用顯微鏡看到以後 剛剛我不是講過說 莫德納是打100維克 他是用人海戰術 對 然後輝瑞用30維克 因為他認為 互作用要小 劑量要低 嗯 但是他也成功了 所以因此呢 到底以後 這個劑量要怎麼用 那怎麼樣有效率送進 我們的這個速毒細胞裡面 讓他製造呢 這就是這一次這篇文章的重點 他觀察到什麼呢 我跟你講喔 那個速毒細胞把它吞進來以後 不是包在隔離艙嗎 嗯 包在隔離艙之後他馬上會判斷 這就像我們進那個台灣的海關齁 第一階段是誰會問你 移民官對不對 移民官會檢查護照檢查證件 然後確認這個人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會怎麼樣 放你入境對不對 嗯 所以因此 當我們的速毒細胞把這個 剛剛我講那個奈米顆粒的 吞進來以後呢 第一件事情是先送去隔離艙做詢問 第一次詢問 詢問你是 對我的身體有沒有害處 嗯 如果沒有害處 然後又是呢 就是 合理可以入境的 就是你進來對我有幫助的 我就會放你走 放你走以後呢 剛剛我講這個包內體很厲害 我這ANDOSO 包內體呢 就會送到哪裡去呢 送到細胞值的物流中心 嗯 我們有個物流中心 也就是什麼 機場的什麼 捷運站 是 或機場的什麼 shuttle bus 然後你就去你該去的地方 那麼這個Message ng就會去哪裡呢 去工廠製造刺毒蛋白 嗯 去工廠製造癌症的紅臉 要給軍長看 嗯 要給參謀長看 你看厲害吧 嗯 好 那但是如果他覺得說呢 欸你雖然沒害 可是你對我也沒用 你不合法入境 比如說你遲的護照過期 嗯 或者呢你沒有權力入境 但你沒有 不是壞人 你也沒帶毒品 你也沒帶槍啊 嗯 送去哪裡 是不是叫做居留中心 或隔離中心 嗯 然後準備什麼 準備把你遣返嘛 嗯 是不是 那這個也沒什麼事啊 就遣返啊 好啊 但是有第三種情況喔 如果你是壞人 你是窮凶惡極的 你怎麼辦 嗯 抓起來 直接抓起來槍斃啊 對不對 在細胞裡面你知道送到哪裡 嗯 送到Lysosam Lysosam是什麼你知道嗎 好厲害 你知道 大蟹八塊 嗯 到裡面去他用那個強酸啊 我們用那個強酸啊 嗯 把你溶掉 溶掉以後呢 剩下的營養啊 嗯 細胞就拿來吃了 就是那些營養什麼 嗯 這是什麼蛋白質就拿來當我們的養分啊 嗯 厲不厲害 好 最後我問你啊 那這種mRNA的技術 它將來在各種的癌症都能夠普遍適用嗎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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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臨床上面來講 它的 是不是意味著就是說 過去如果你被診斷 就你離癌了之後呢 你就會經過一個很很複雜 就很痛苦的治療的過程 這個呢 還不包括開刀 而是裡面的包括化療啊 放療啊等等 都很痛苦 那如果有mRNA技術 這些療療程是不是就可以跳過了 哦 你講的太太前前衛了啊 以後可不可以這樣子 我我認為有機會 但是你現在講的太前衛 因為現在目前治療癌症最大的方式還是切除 嗯 所以如果你能夠早期用外科手術切除 這是最安全的 就是現在目前就是最高治療守則 就是把它切除 及早發現及早切除 對 那如果你一旦讓它跑掉了 嗯 你跑掉了以後呢 那這個麻煩 跑掉了以後 你就要全身做這個清掃嘛 嗯 所以那就是化療 嗯 就是它跑掉了 嗯 那 甚至有所謂的標靶 那 那以後如果說這個成功的話 那就是要看看 就是你在哪一個旗別發現 在哪一個旗別發現的時候 它會搭配 我覺得現在目前啊 你要說一個東西取代一個東西 這個我都不敢講 我覺得應該搭配 大家搭配 就是你有好幾種方式來做會好一點 嗯 會好一點 好 那這個我先回答 但是我要趕快把這個講完 我剩下一兩分鐘 我講這個重點 今天這篇文章最大的重點 就是剛剛講說人海戰術對不對 人海戰術是亂槍打鳥 容易造成副作用 以後不用人海戰術 因為這一次他看得很清楚 嗯 現在目前打進去的這種直包的 Message 最好是在哪裡跑 你知道嗎 最好是在第一次移民官問你的時候 你就跑出去 嗯 那這個是最好的 為什麼 因為對於身體 副作用最小 你想想看 如果一個人進海關 然後海關通關都都確定沒問題 直接坐機場捷運到工廠 你認為這會引起騷亂嗎 嗯 不會吧 不會 那如果呢 到了第二個步驟 你跑到拘留中心 你跑走 你認為會不會有問題 有啊 嗯 會引起什麼 會引起通績 會引起警察緊張 嗯 說不定移民署的人要抓去打屁股啊 嗯 你怎麼給他跑了呢 是 是不是對社會會引起一定的恐慌 嗯 甚至新聞會報導對不對 嗯 這就副作用 是 所以如果你在拘留中心跑掉的話 因為這個人對你無害 你對身體都有很大的影響 嗯 可是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是一個大壞蛋 然後你在最後面就是 要送到 那個那個肢解中心 就我們 我們細胞把你送到那個所謂分解中心去 或者是你是這個十二不射的人 要送到這個刑場去槍決 你中間跑掉那還得了 嗯 那個是不是引起社會騷動 當然嗯 好 所以因此呢這一次的科學家 就是這個德國 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 如果你的奈米子之為例 能夠在第一階段 在Early的Anderson 在最早期的Barnetti那個地方離開的話 對身體副作用最小 好 當然因為時間的關係啊 跟懷中呢 我們只能聊這地方 不過剛剛 剛剛講的這個mRNA的技術 因為最近這兩年的時間 因為 因為COVID-19的關係啊 mRNA的被報道量呢 非常的高 那大家對於這種呢 新的治療的技術呢 嗯 不是傳統的這種弱病毒的技術 那呃 他的大家呢 對他的對他的 就是說推崇度呢 也很高 認為是現在的疫苗當中 比較先進的 那甚至於呢 副作用可能是比較少的 這跟打針改 打針可能還是有副作用了 好 不過呢mRNA的技術呢 將來可能會普遍的在 在人體的疾病 包括癌症等等 這些的治療上面 都能夠呢發揮呢 關鍵性的作用 它會不會取代傳統的 傳統的治療的手段 那畢竟mRNA呢 是基因工程技術啊 它也在意味著就是 所有人類的疾病的治療 到mRNA的階段的時候呢 以前說的對症下藥啊 未必正跟藥呢 有百分之百的解決的效果 但是mRNA能不能夠達到呢 就是說呢 這個對症下mRNA 那這就是未來的 未來的發展的期待 如果這樣的話 那不管藥物 不管手術 或者是化療放療 這些傳統的治療手段呢 如果能夠壓縮到最低的比例 那真的就是造福人類的 沒錯沒錯 你講得很好 因為這幾種我們現在 基本還是依賴藥物 切除化療放療 這些說實在都蠻辛苦的 而且效果其實都有它的局限性 所以大家呢 就先放在心裡面 也蠻大的 對對對 所以就先放在心裡面 希望它能夠盡快的成熟 盡快的在臨床上面呢 可以商業運用 好 感謝今天呢 把這個呢 新的醫學新知呢 帶給非碟早餐 我把那個文章也傳過去給大家看 有的人有興趣的也可以看 你可以在非雷仁波網 非碟早餐的這個 就是Facebook的官網上面呢 你可以找到這篇的文章 那你可以仔細讀完了 當然在實際的臨床運用上面來講 這不是我們幫得上忙的 不過當你有這個知識 有這個技術的時候 他最少在你跟醫生討論 你或者家人或者相關的病情的時候 你就多了一個視角 那這個呢 將來有助於你的臨床的治療 感謝懷中 好 下回聊來進廣告 回頭新聞